大家好我是Paul 週遇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一個女人竟然愛上了黑猩猩 然後她就被這個動物園禁止去再見她 然後她就說她很慘這樣子 那猩猩本身也蠻慘的 但總之她們就被迫分手了 什麼概念 我的天哪 這個是Don告訴我的一個報導 所以非常感謝你提供的內容 Don 我們先看標題 Monkey love woman 86th from zoo over affair with chimpanzee 所以chimpanzee就黑猩猩 所以她被這個地方你需要懂 86th是什麼意思啊 加個一撇滴 這對我來說也是個新的詞彙 我就查了一下一下 所以在Urban Dictionary有看到 什麼叫86th 也就是被剔除掉了 被剔開了 那原本的意思是殺人 那你注意到這邊她點贊跟 這個倒贊的大概1200跟490快500左右 我們大概可以說她是有程度上可信度的 因為1000多個人點贊嘛 所以事實上是這邊的大概兩倍多 好所以我們願意相信她 至少我願意相信她 所以她原本的意思是把這些給宰掉 那她有一個phrase就是 80 miles out and 6 feet under 所以這個特別的一個phrase是幹嘛呢 80 miles out就是離這邊80英里外 6 feet under這個就很有趣了 6 feet under就是埋在土裡面 因為6 feet就是6尺嘛 under就是underground 那你把人埋在地裡當然就是under了對不對 所以6 feet under就是把人家埋起來 所以這個東西呢她本來的意思是 就是有一個人她自己挖了墳墓 然後是在80英里外 距離這個文明80英里外 然後又被被人家殺掉 get shot execution style execution是處決 所以你就把一個人帶到80英里外 要他自己挖墳墓 把他處決掉然後把他埋起來 這樣子 OK 所以那這裡我相信不是被殺掉什麼什麼概念 這裡的意思就是被剔除掉了 所以被banned banned from the zoo 那為了什麼事呢 為了什麼事這邊用的 我們常看到用的是over這個字 那affair 其實affair一般我們常講的是 類似婚外情的概念 那當然affair也有就是事物 是這個事物 對 OK 事物 所以我們講說外交方面的外交關係 外交事物就是foreign affairs 我如果今天跟你講 I am having an affair 意思就是我正在有著一個婚外情 就這麼簡單 OK 好 affair 所以他因為這個affair跟chimpanzee 所以他被動員banned 好我們往下看 they say opposites attract 所以我剛本來就整理一下下 異性相吸就叫做opposites attract 那因為異性兩個性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沒有一定要講兩個啦 可是這反正是傳統的說法 所以他就會變成是複屬的 so opposite 複屬 attract OK so they say opposites attract but one woman has taken that too far 有一個女人啊 把這個是 把這個idea 就是 if you take something too far 就是你走得太過頭了 OK 所以他走得太過頭了 and is banned from a Belgian zoo 所以他被 被 這個一個比利時的動員禁了 after the owner felt her relationship with one of their primates had gone too far 所以take something too far 跟go too far or have gone too far 總之就是你 有點超過了 過頭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 動員的這個owner 覺得跟他的關係啊 他跟他其中一個 這個primate 這個字就是我們講領長類 所以我這裡也打了一下 所以primate 靈長類 這樣子 OK 好上往下看 the lady's name is Addie Timmermans 所以名字也講出來了 and she just got the boot from the Antwerp zoo 所以get the boot got the boot 也就是被踢出去 你知道boots是靴子 so if you get the boot 就是你被踢出去了 after a four year affair affair she had carried on with one of their chimpanzees 所以四年的affair 那她的名字叫做cheetah a male chimpanzee named Cheetah apparently she stopped by weekly and interact with the thing behind glass 所以她會每週都來 she would stop by weekly 然後跟她互動 interact with the thing 直接叫做the thing behind glass 你知道在玻璃後面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裡也多補充一些字 每週就叫weekly 那每個月有嗎 當然有啊 monthly對不對 那有沒有每年 有啊 yearly 有沒有每十年意思叫decadely 應該沒有吧 應該沒有啦 至少打出來是紅色的 那有沒有每天 當然有 那叫做daily嗎 噢拼法不太一樣 d-i-l-y 所以 對不起 所以每天每週每個月 然後每年 那有沒有 兩次的 像例如說我們 我們知道有種概念叫雙週刊之類對不對 所以雙週刊就叫bi-weekly 是ok的 alright 那有沒有 一個月兩次 yeah by monthly 好 by monthly 可是你 你會不會 對不起兩個月一次喔 應該講不是這樣一個月兩次 所以by monthly兩個月一次這樣 好 anyway 那有沒有 by yearly這個詞 有by annually這個字啊 好anyway 所以yearly有annually 這邊也再補一下 所以年度的 一年一次的annually這樣子 好anyway 我們再往下看 等一下我們還有一些詞 像例如說不求回報的阿姨會怎麼說 好 so as for why she got banned 至於說她為什麼被banned阿 你在那邊 透過一個玻璃看那個chimpanzee 會怎樣嗎 他們沒有真的有任何肢體的動作嘛 所以turns out Timberman's affection for the little guy was screwing with his ability to socialize socialize with the other champs in his habitat 好所以結果是因為啊 他對他的affection 所以affection這個詞就是有 對誰的好感感受愛這樣子 affection 像我們有一個詞就 我們中文叫放閃對不對 你跟你的男朋友公開放閃 那那個公開放閃就有一個詞 叫pda 如果你像我一樣是很老派的人的話 你會知道pda叫做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就是素衛 個人素衛助理 以前還有一個牌子叫pom pom pilot 就是那種 但是手機以前的東西 所以他不是他不能打電話 他完全只是一個素衛個人助理 你可以跟你的電腦連線啊什麼幹嘛的 所以那已經是時代眼淚了 所以他以前那個東西叫pda 那我要講的放閃 則是把pda用另外一個方式去解釋 這叫做public display of affection 所以這個也叫做pda 那他翻譯成公開放閃還不錯 所以affection你就知道是 喜歡好感 所以公共的展示好感 放閃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女人啊 她 她的affection 對這個小朋友 這個小chimpanzee的affection 就搞砸了她的 was screwing with his ability to socialize with the other chimps 所以她就讓她沒有辦法 去跟其他的chimpanzee 來去社交了 就在她的habitat裡面 所以這habitat這個字是她的棲息地 inhabit是去棲息那個地方 所以這是動詞 然後你要是在 你是那個地方的居民棲息者的話 叫做inhabitant 所以這幾個詞都是托福亞斯 會看到的詞 那habitat就是 棲息地的名詞 所以這裡有名詞動詞名詞 好anyway 所以在她的棲息地當 不太能夠跟其他的chimpanzee來社交了 為什麼呢 所以我們再下句說 the zoo reportedly said 所以 據報啊 這個動物園就說了嘛 cheetah was being isolated after visiting hours 所以在她這個 就是 就是 賓客的到訪時間 或許你可以去叫她business hours 之後呢 這個chita就會被其他人 其他的chimpanzee給 孤離開 那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happens it seems if one starts to get too close to humans 啊 所以要是chimpanzee當中 有這麼一隻 開始跟人類走太近 他就會被其他的chimpanzee 當成是social outcast 就變成了社會邊緣人 所以這是chimpanzee的一種 social dynamic 社交中的一種互動 我們叫social dynamic OK OK 所以那當然不好啊 所以他就說 OK make sense 那這個word is 就是我們所收到的 風消息就是 so the word is cheetah used to be an actual pet 所以cheetah以前 他真的是人類養的chimpanzee so his fondness for people isn't really his fault 所以他人類 他對人類的好感 真的也不是他的錯 因為他以前被養過嘛 被豢養過 所以他對人類的fondness 所以fond的就是 好感 跟剛剛的affection 有那麼點像 但是fond呢 是個形容詞 所以他的用法是 你對什麼喜歡 就是something is fond of something else OK 所以我很喜歡畫畫 I'm very fond of painting painting這樣子 所以我們多半講人 I'm very fond of you 這是可以的這樣 那所以fond呢 就是名詞 好所以 就是這位女士了 看起來好像非常難過的樣子 so don't worry this unrecruited passion didn't get physical 所以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recruit就是 這個回報 所以unrecruited就是 沒有回報的這樣 所以我們講說 不求回報的愛 unrecruited love passion 隨便你 我們用他的詞好了 OK 所以這一份不求回報的愛 是沒有真的肉體的 肉體真的畫面太可怕了 新聞都不能報了 they said they say it amounted to blowing kisses and waving and whatnot 所以這裡又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動詞 就是 這個say後面其實先有個that 所以他們說啊 所以就that接下去 他們之間的愛 amounted to 後面這幾件事 所以這個amount 我們的理解 一般來說是 什麼的量 例如說我每天喝大量的水 I drink a large amount of water every day 所以大量的水 amount of water 就是水的量 可這個東西是 名詞的用法 amount OK 很大量的錢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也可以 所以amount 但是 這個句子裡用的amount 卻是動詞 所以他的用法是 something amounts to something else 我就稍微解釋一下好了 所以 amount這個字 就是本身有山的意思 對不對 他就是mountain的簡稱 mount 有時候我們甚至會看到他縮寫成mt加一點 那既然他有山的意思加個耳在前面 你知道有一個詞叫做accumulate吧 他不就累積嗎 但是有一個詞叫做cumulative 那他是形容詞就是累積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這個cumulative 加個耳在前面變成動詞的概念 就是累積的概念 所以既然mount是3 那amount是什麼 就是在開始堆成一個3的狀態 所以 x amount to y 就是x呢 慢慢像堆3一樣堆成了y的形狀 所以 這個句子常常用在生活中呢 是用在 你對一個人在說 你啊 你以後就沒出息 你以後絕對沒有什麼成就的 所以可能一個爸爸就對他的兒子說 you will never amount to anything 否定句的一種amount動詞的用法 這個可以理解吧 應該不會很困難 好 所以這裡再說的就是 他們之間的i amount to 累積到了一個什麼程度呢 也就只是blowing kisses 就是這樣 以及還有waving and whatnot就是以及諸如此類的 所以這一個動 這個 句子結尾的and whatnot 也就是諸如此類的這樣子 OK 所以 so no monkey sex or anything thank god 感謝神 沒有什麼猴子性交這樣子 那女生還是很不高興的 still Tilleman is pretty pissed about it saying it ain't fair 他不公平 這個文章寫法非常的口語 你通常不會在文章裡看到 ain't這個字 所以他就是 is not are not do not 這些的 換個方式的用法 so it ain't fair 不公平 但是 you can't come see cheetah 他不能看他 while scores of other people still continue to do just that 而卻有很多其他人 還是可以持續來看這個星星 所以scores of other people 這也是一個 我們剛剛講到的 a large amount of water 很大量的水 很多的人 你能不能說 a large amount of people 不可以 因為amount的用法 就是不可數 所以我剛剛舉了兩個例子 amount of water 可以 所以我這裡也稍微 再多補充一下就好了 所以amount of 加的是 不可數 OK 所以例如說 money啦 水啦 這一類也可以 那 可數的就可以用像這邊的 scores of other people scores of people 可以 你加個other OK 為什麼這裡要加other 因為 就只有這女人不行 其他人都行啊 那他不行 其他人行 所以你當然要講其他人 因為沒有包括他嘛 這樣懂意思齁 所以 scores of other people scores of people large number of people right 所以 就一些這種 其他的是可數的的用法 這樣子 好 anyway 所以他真的看起來很生氣 too bad 然後他也 she is on record as saying this is all she has in her life 他人生中就只剩這個了 this is all she has 這也太悲傷了吧 你人生什麼都沒有 只剩下一隻chimpanzee在那邊 然後你還一個禮拜 只能去看他一次喔 這也真的太奇怪了 anyway 好啦 那這個故事大概到這裡 也就結束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這個是一個蠻奇怪的東西 但 好 我們今天也講了不少的東西 我們大概沒時間把他重複進來看一次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